今天呢就来做无烹烧无胶水的史莱姆吧 用纸做的哟 一开始呢所需的材料就有搅拌棒和碗 之后还需要洗碗液 然后当然是撤纸啦 因为这个实验是用纸做的 之后呢就把车纸撕开两半 因为呢只有非常薄的纸才可以放在水里面 不然会变硬 之后呢就加入洗手液 那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哦 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车纸撕开小小 然后再放进我们的洗手液里面 喜欢这支影片呢记得按订阅按钮各地的小铃铛 那我每次发影片你们就不会错过啦 之后呢就开始把所有东西就慢慢的搅拌在一起 记得不要搅拌的那么快 不然呢那些厕纸就会揉在一起 那我们搅的时候记得要慢慢慢慢的把厕纸给分开 让它变稀一点 如果你觉得那个洗手液太稀的话可以加一个多一点厕纸 那喜欢这支影片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啦 之后呢我们就要搅拌搅拌到看不到厕纸为止 第二个实验呢一开始也要是一个碗 还有一个搅拌棒 之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些洗手液 那我们加入相等的分量 就是看你要多少你就加入多少 哇这个超清澈的洗手液 之后呢我们就要放特纸在里面 也是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录到 之后呢我们就要加入少许的盐 我建议大家用海盐哦 之后就快速的搅拌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会变得比较粘稠一点 大家片段真的不见了 我下次一定会检查清楚的 那最后一个实验了 真的这是成功的 而且我有拍到结果呢 这一开始呢也是用厕纸然后分开 之后呢再撕成碎片 记得湿得比较越碎越好 这样才比较容易融化 在那个洗手液里面 对之后呢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洗手液 对然后我们再搅拌搅拌搅拌 就跟前面的步骤一样 只是后面有一点步骤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现在你只好完全搅拌到它看不到厕纸为止 那现在我们就要加入大量的玉米定粉 呃对就加很多很多很多 加到完全看不到洗手液为止 然后再搅拌在一起 这个要搅拌的十分均匀 然后把两体完全融在一起为止 那你要搅拌很久的时间 如果你不要搅拌那么久就 搅拌快一点 然后你就不会搅拌的那么久了 之后呢就会搅拌到现在硬块的样子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去闻到我的房间有多香 之后就有这样的质感啦 如果还是呃还没有成为固体的话 可以再加多一点水 呃不是加多一点冰粉 之后呢就可以上手玩啦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呃 蛮硬的史莱姆 可是它还是有做成史莱姆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喜欢这些影片记得按赞分享 并且留言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影片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是最重要的 还有上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